這污水在下面也可以用風來抽水上去 再流回來也是發電 又可以過濾來使用 回收使用 本公司都有做這個系統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面對核冷發電那麼大 台灣面對都是海洋 海邊可以做一個蓄水水庫 水潮汐一來的話擠過這個水庫裡面 它又單向一進不能出 下面再加一個就是風力抽水兩個系統 把水灌滿了以後它自己有一個洪溪 洪溪之後它自動會吸上去沖下來 又有一個發電又可以再做海水的大化 所以這整個用風來抽水幫助的我們日常生活 很重要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為止最好的系統 那這樣的系統我拿到美國去比賽了 2013年得到了美國平時保的花瓶獎 這個花瓶獎也是經過他們美國的評鑑 在評鑑的時候它認為說 我們這個未來家庭世人大型都可以做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如果有幫助下一代 來用節能減碳的一個系統 這個是平時保的花瓶獎 剛好在2014年我用你的獎 都是台灣的花瓶獎也是金白獎 這個也不是說我們憑空就可以拿得到 也就經過很多評鑑也有人說 你這個系統不錯 你可以來得獎 那得獎要鼓勵企業來發展 但是鼓勵企業要量產 要照顧我們整個台灣這個系統 節能用態 剛好在2014 2015我又得獎 我得了什麼獎 我得了博金獎 博金獎比金牌還大 那個教授說 台灣的這個博金獎只有一位 我說什麼一位 因為有學校有企業 剛好就是得了博金獎 那為什麼他說 趕快趕快 你這個要鼓勵 你趕快做出一個好的產品出來 因為什麼 每一個家家戶都要 五百塊以上的那個抽水電費 你們要趕快做這個系統 我就答應了說 好 那今年就參加了這個整個綠能展 在這裡就做一個加強 向各位做一個報告 這個一個系統很好 又簡單 又沒有什麼複雜 保養又沒有環保問題 也沒有污染 就光海水進來 海水出去 剛剛講的說 海水是一個很大的水庫 可以抽上來 又掉下來 又漏到海水裡面 沒有污染 好 這是博金獎幫我 給我在上個禮拜 這個很新鮮 還熱熱的 沒有冷卻掉 好 那我們在這裡呢 欸 先生把它衝動 好不好 我們的設備呢 抽獎 它可以有一個好處 這個設計 本來就是這樣 可以DIY的 你們樓上要滑 機器要抬上去很難 我們可以拆 我們的思維說 那以後人家買的話 可以自己DIY 對 我們可以DIY 大的小的都可以裝 裝好管理接位就好 很簡單 每一個水電工也可以 自己也可以來做 所以不複雜 這一點是向各位報告 好 第二張好不好 第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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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對對對 對不起 剛剛那個好不好 有動態嗎 好 我們這個測試的時候 沒有風 我們自己用人造風來測試 當你風 幾級風來的時候 剛好它可以抽多少水 我們在這裡都做出來了 那也 目前為止我們的攤位也有 可以來看看 那個 這個就是一個水力 剛好風抽上去 水滿了以後呢 那一定要 要 要測試它的水量 到底 一分鐘一噸 做多少水 這個水能發多少電 這平常我們自己都要去 有個數據出來 沒有的話 我們談不出 你呢 講了一個水力發電的 風力抽水都沒有數據 這個就數據 如果有空 各位到公司來看 都是現成 可以看得到 這個可以裝在那個山上 阿山 偏遠地地都可以 好 這個可以 可以動嗎 這個就是在測試說 哪一種葉片 它的抽水量大 抽水量小 結果我們就是抽海水 測試抽海水 它的深度 高度 有五十米 五十米的深 高 都不用電阿 這是用風來倒這樣 第三個倒 謝謝 再一個 下去那一個 左邊 下面那個 好不好 謝謝 還有另外一個 沒有了 再一個 這個本身的設計 就是要考慮到使用端 會不會有故障阿 會不會有危險阿 有沒有安歸阿 剛剛那個頁面 我們都有設計到喔 如果安歸不好的話 要怎麼辦 像我們這個頁面 要考慮到什麼 打雷阿 我們都要考慮 避雷阿 要考慮到什麼 如果壞了阿 壞了一隻 再拔一隻 它的那個離心才不會 放來放去阿 不然怎麼辦 所以我們都考慮到 壞了一隻 我們就抽一隻 這剛好在 發電的時候 是充那個 電品用的 好 下一張 三個 第四個 這個有了 好 再一張 最後一個 還有最後一個 還有最後一個 好 那這裡阿 可以很簡單的說明 風力發電跟抽水的 各有線丘 我們這個是以前 我們公司阿 所設計的 跑步人阿 當風一秒鐘五米的時候 為什麼要兩節 兩節 人家風力是一層阿 你怎麼做兩層 錯了 因為一般的風力阿 你幾級風它才會啟動 叫做啟動力阿 我們公司阿 很有技巧的 就把它啟動力阿 像車子說 哇 我這麼重 我沒有一檔 跑不了 對啊 就是要啟動 那如果當你在啟動完 一個離心一個轉速 我需要用慣性 慣性就是下面比較重 它因為它啟動了它有力量 像車子把它打第三檔 第四檔它有慣性 它就不需要像一檔那麼不施力 這個就是在設計裡面 有啟動力跟離心力 才產生的扭力 那你要做什麼 裝抽水機阿 裝發電機阿 裝什麼都可以 風來源就是要用一個能量給你 那你要怎麼樣去把它多元化的使用 這是我們公司的設計方法 這提供給各位 我們在用那個灌溉抽水 好 再下去 好 下面最後一個 沒有辦法 好 好 那你就還原到第一張 好不好 所以各位我們現在講 因為時間關係啦 沒有很長 我要各位解說很詳細 好 這一張 對 好 我們在設計這個風 可以開始走 我們設計這個風 它有 有那個考慮 到底你一秒鐘要幾米阿 我們都要模擬阿 沒有模擬的話 這個沒有模擬的話 你隨便做都不行阿 會飛走 當颱風來了 那你二十米 你受不得了嗎 受不了那也不行 自己現在要安歸 第三個 它 它有多少馬力我們要測出來 沒有測出來 你要做什麼東西 人家不相信 好 幾級風的時候 它有努力多少 好 就光這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一夜邊在動 幾級風的有一個推力 有一個阻力 推力跟阻力加起來 你的力量在做多少 我們要模擬要有數據 好 這是我們這一秒鐘五米的時候 一秒鐘十米的時候 有人問他 那斷了怎麼辦阿 我們對不起 我們有一個安全 頁面的後面 我們拉了一個叫做鋼線 斷了之後 他把鋼線拉住 他就不會被抓 有的從那個大樓 說他掉下來砸到人 我再賺多少錢 這個是我們模擬的 十二米十五米封的時候 那個這個是十七米的時候 最後我們終點還是要到二十米 目前做到二十米 那排空都不只二十米阿 對 我們有設計的叫做 叫做鋼合計的降速 就是說我們平常車子在四檔在走 可是我沒有煞車怎麼辦 我們就趕快打一打 那就是把他附在那個重力裡 給他拉數 拉到最小 你不能殺死啊 殺死就整個都飛走 台風來他不關你 他就整個把他拉走 但是你可以降速 他就拉不走 把他附在他 拉的那個重力阿 他就慢速 你就不會飛走 你不會破壞 這一點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這東西就是有他的功能性阿安全性 所以希望各位大家知識交換 今天我在這裡做一個請說 如果有詳細請請 你可以到我們看會來 我們會更詳細的更會做報告 好不好 謝謝各位